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会做这个黑芝麻饼干 材料你需要这个的面粉 鸡蛋 没有盐的牛油 梳打粉 盐 糖 vanilla extract 和黑芝麻粉 首先你要将这个牛油煮溶 可以用微波炉叮一叮 我用微波炉叮到牛油溶了 大概30至40秒 将其他材料拌在一起 用微波炉叮到牛油缩 现在可以用微波炉叮到牛油滑 在牛油滑 一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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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2 1 2 剪輪了 一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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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剪裂 一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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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预热焗炉350度 Fahrenheit 材料拌均匀后,铺平 如果你有饼干形状的东西 你可以把模子吸出来 把模子吸出来 大小时,铺平 雷 铺平 还有铺平 如果你没有Cookie Cutter 那个饼杆没有的话 你可以拿少少 然后拆成一个球 就把它放在盘子上 然后按扁去 来到去烤 饼杆 这就是黑芝麻饼杆 这个就是黑芝麻饼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